干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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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嫌犯趁着远警 用无线电通报时 竟然趁机落跑 而且这一跑 还直接跑进了 人警人的夜市里 要下 夜市人潮多 嫌犯难跑 警方也难追 但就怕再这么跑下去 嫌犯很有可能会消失在人群中 远警只好使出飞铺招式 一招就将嫌犯扑倒 原来高雄市警方 上个月28号深夜 在巡逻时发现 陆竹区的超商外 做了一名心机可疑的男子 表明身份后 上前盘查 这一查不得了 是个有毒品和偷窃前科的通气犯 没想到身份曝露后 嫌犯不但不乖乖叫胆 还跑给原警追 盘查的超商 刚好是在A市的旁边 然后A市的话是 人前来拖躺 我们总是 马上把他压制在 通气犯大半夜的 不回家 跑到超商外闲晃 还想利用夜市人潮 躲避警方追气 幸好原警 适时的飞扑逮匪 共验室的民众 见到警方 英勇抓紧的瞬间 不断鼓掌交好 记者既不是张欣颖 N小组高雄报道 不是张欣预